我今天找你过来 我就是想问问 清风现在怎么样了 他已经在救援医院 安顿下来了 一切都挺顺利的 不过通讯不太好 反正我们联系的 也是断断续续的 他让我转告你 谢谢您的安排 顺利就好 顺利就好啊 那天清风跑过来 跟我说要去非洲当志愿者 把我吓了一跳啊 不过我能理解他 他不想耽误大好时光 他更不愿意 把他学到的一身医术 没有地方施展了 我太明白他的想法了 所以我愿意帮他 他不愿意停下 治病救人的那双手 我也愿意支持他 那天清风就跟我说过 你肯定会支持他 不错呀 你们两个真是心意相通啊 高院长 其实 我今天来我也想问问 关于蓝俏俏的事 目前调查组 还推翻不了蓝俏俏的说法 之前我让清风过来 看了一段监控视频 我们发现在手术的前一天 蓝俏俏给他爸爸 喂了一些汤水 后来清风就跟我说 要去找蓝俏俏问问清楚 之后就再也没有提过 他跟你提没提过 没有啊 他什么都没说 手术之前 患者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医生都会仔细叮嘱 一般来讲患者和家属 也都会严格执行 蓝俏俏那天 到底给他爸爸喂的是什么呢 这件事情跟医疗事件 会不会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 高院长 您能把那天的详细情况 跟我再说一遍吗 好 这个 雨晴啊 洗手吃饭了啊 来了 做的什么呀 这么香 冬瓜排骨海带汤 清火清热 好吧 我觉得清风她妈那种煲汤芳 也是有问题的 这药汤喝多了 身体不仅受不了 还会流鼻血 是吗 蓝俏俏 你来干什么 徐清风是不是来找过你啊 他找你也找了 你们能不能一起来 别一个接着一个地来烦我呀 你们聊什么了 你是他女朋友应该去问他 他什么都没说 那你这醋可吃得有点太圆了 他来问我 给我爸喝的什么汤 莫名其妙 他要是想推卸责任 应该找个更好的借口 给我爸喝的什么汤 你加了这些重要菜吗 我给我爸煲汤进补有什么错 关雨晴 现在是徐清风欠我爸一条命 你们就好好想想 怎么给我爸偿命吧 少问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你知不知道 患者在手术前 是要遵照义主 不能随便进补的 尤其是肿瘤手术 开飞机你懂行 但这草药你未必懂得 我们村常年收草药 好 今天我就跟你说道说道 我这个汤里有 人参当归三期 人参补品易肺 当归补血易血 三期活血化鱼 有什么问题 整个手术过程都有录像 每一个环节都没有出错 当肿瘤成功剥离以后 反而大出血 我不知道跟你这碗汤 有没有关系 但是你刚才说了 三期是活血化鱼的 那数钱能喝吗 什么 你别想宽我 你就是想说 是我害死的我爸呗 我告诉你 就是徐强峰本人站在这儿 他都不敢这么说 害死我爸的人就是他 跟这碗汤没关系 请你出去 否则我连你一切 也不会放过他 奶奶 奶奶 我现在终于明白 他那么大老远跑过来 原本专程要问你汤的事情 后来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是怕你痛苦和自责 韩俏 你比谁都清楚 你爸爸的病 多少医院不敢接受 包括燕熙 有多少人在反对 他顶住了所有的质疑和压力 为你爸爸做手术 他就是觉得 只要他还有一线活着的希望 就不能放弃 对不对 来到你家以后 连我都猜到了大出血的原因 我相信 我相信清风 他不可能不知道的 他宁愿忍住 你对他职业生涯造成的伤害 宁可冒着他医生执照 被吊销的风险 他也不愿意说出这一切 他就是怕你承受不了 如果你崩溃了 你的奶奶谁来照顾 他这么善良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我不信 我不信 你走啊 走啊 俏俏 从头到尾 清风都没有做任何一件 对不起你家人 对不起你的事情 保重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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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您的意思是 蓝俏俏主动联系的医院 蓝俏俏承认了 自己相信偏方 为了给他爸爸提高体力 在手术的前一天 蓝俏俏给蓝酸柱喂了 一大碗三七人参汤啊 经过医院的调查证实 的确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造成了树中大抽血 不管怎么样 幸好是他说出了真相 法医的鉴定报告也出来了 各科室的手术过程 都没有任何问题 麻醉的伎俏也合乎常规 所以说蓝栓柱的手术事故 跟我们医院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 那清风呢 清风洗清医院区了 院领导开会已经决定了 撤销对清风停职地处理 恢复门诊和手术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雨晴啊 你去找过蓝俏俏对吧 那天跟你聊完之后 我就特别好奇 清风到底跟蓝俏俏说了什么 我就去找蓝俏俏 才发现了这个 三七人参汤的事 雨晴啊 真的要好好感谢你啊 如果没有你的说服 清风不可能沉冤得雪的 其实我觉得该感谢的人不是我 是清风自己 对了 我一得到清风复职的消息 第一时间我就要打电话通知的 可是我一直联系不上他呀 他现在什么情况啊 我们最近联系的也是断断续续的 不过您放心 我一定想办法告诉他 嗯嗯嗯 还有还有啊 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你秀兰阿姨 当然了 我一会儿就去他家里找他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雨晴啊 你真是个好姑娘啊 清风出世以后 你一直都支持他 能够遇见你 是清风的幸运呢 我觉得我能遇见他 也是我的幸运 哈哈哈哈